大家好 今天是2月2日星期五 今天的市場有些是上升 這樣指出升的板塊比較多一點 主要升的板塊裡面 我們看到排行第前五位 這些都是以前在其中之間湧上來 斯坦人看到 經常都說 交通設施這幾個星期內 就佔著前十位 地產今天就由跑中間 跑上去前五位 這是值得留意的 因為阿爺對於國內的房地產業 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舒緩的情況 而是確實在執行中 我們去看看 第一的是電訊服務 電訊服務終於動動 有一個中報數據 從7個線的動動 這些大動了很多 中聯通等等都有動到 再其次 化學製品 我也這麼說過 化學製品要動的話 是連續持續起 打入前五大、十大 代表中國製造業可能會有好轉 交通設施亦一樣 空港等等都會做 零湖高速公路 都是反映了 將會在過年使用的道路 會密切 收費自然會多了 亦都可能反映在製造業方面 運輸頻繁了 黃金方面的 很簡單 一直都是這幾排 都是站在一個相對高位的 地產方面 我們看看 升得多的 不是什麼 香港地產都有 恆大物業都有 恆大物業 不是恆大地產方面 好 再其次 或者看看 其他個股 個股方面 你看到的就是 騰訊 因為有遊戲版塊 那些出來 所以就比較好一點 藥名生物 又是有一件事 美國老大打壓你 所以就受到影響了 行指方面 估計現在應該都在158這個地區 可能就是徘徊 整顧 158這個地區 牌子上就是這些位 現在是中軸 是158的 158就是這些位 但是不是升破上上 中軸就OK的 其實真正要升破的 應該要是這個水平 這個水平是大致上什麼的位 大致上就是 看看這裏 應該這個位 是162的 最好升上162 當然更加好 能夠升上165 165就是這裏 最高位是164 5、7 那就是它最好 也能夠升上去 這個是165上面 那165就是這個位 165呢 就是這個位 165呢 也是在保利加通道上軸 但是現在是166 所以如果再過兩天 它低一點 那就是這個165 這個位 現在小朋友有些東西看 是有了 這個是 穩定了的跡象 穩定了的跡象 因為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已經開始慢慢是雪兒平 有些上升的趨勢 不過如果真的要上升 還是需要就是 餅也要上升 底也要上升 才行 好了 那麼今天可以有些什麼股份 看看呢 江西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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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